3個中產黨, 今天講一個最熱的題目就是 朱凱迪被DQ, 首先爆一下內幕 外面的新聞說, 朱凱迪是選村代表, 被確認選舉主任的參選資格無效 首先, 選舉主任跟我以前在大學玩的活動同組 但我完全不記得他, 中大新紀元領袖計劃 第二個內幕, 很多人推翻說 朱凱迪是想試一下, 下一屆立法會會否被DQ 現在就部署, 選一個無關重要的村代表, 試一下政府底線 好像很有策略感 但其實我以前跟朱凱迪做過節目, 我問過他 你好像選村代表, 現在就想試一下在村代表裏部署, 看看是否能動 如果有些鬆動的話, 我們就一直派我們人去, 紮巾也好, 打妝也好 下屆立法會選舉就有更好的部署 所以其實這次的DQ是意外 他沒有想過會在這麽低層次的村代表選舉 竟然會問這些問題 因為我上次跟他談, 我記得好像幾個月前 今次DQ最嚴重的地方, 和以前不同 第一, 村代表是一個比較低層次的職位 以前說是立法會, 大家明白 村代表大概是區議會的層次 好像那些村代表是可以成為區議員 第二, 現在他問條件很離譜 因為他不是問你是否支持港獨 以前都說, 你就算你不支持, 你心裏支持我DQ 現在是問你究竟反不反對港獨 如果你沒有公開反對港獨, 你都會被DQ 這就是問題所授 這件事先分享兩名 第一, 對人不對事 我對朱凱迪這個人 其實我對朱凱迪這個人是很矛盾 因為其實他經常說我是責優, 而不是責… 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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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至少在立法會的工作方面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我多數都說, 其實我是沒有立場的 但對朱凱迪的土地政策, 防禁政策立場 我真的覺得都很惡心 惡心的地方就是有些跟有智商矛盾的地方 以及有些是跟基本科學的證據矛盾的地方 但我首先講, 至少在議政等所有的事情 以及有些事情… 即是對得起他的份量 是… 所以我對於這個人是很… 即是他令到我… 很複雜 我反對朱凱迪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違反了原則 就是我不管政見如何 但總而言之, 終於你好就可以了 但我又反對他 今次DQ這件事, 你怎麼看呢 所以我當然… 至於DQ這件事, 我覺得就是… 亦都是情理之常 即是很明顯, 那個… 整個港府一直在收窄網 在雨傘運動之後 即是雨傘運動很久之前 我已經寫, 其實是攤牌來的 你看看這一刻, 曬了欄之後 你鬆了底牌出來 沒錯 即是有人說, 這個可能是阿爺有心的一個壓力測試 即是你鬆了, 你是得這麼多 其實壓力測試已經過了 現在就是收割賤果 沒錯, 現在就是被人收割賤果的時候 那件事是情理之常 但問題就是… 當然, 朱凱迪, 我們當然是… 即是我來說, 我當然是… 大家都說我是藍絲帶的時候 算是不好認 你現在說你死了 我當然要死了 但問題就是… 即是… 都有點吐死胡悲 即是我經常都說… 即是我是替蘋果日報寫告 但我經常都說一句話就是… 無論你多憎蘋果日報都好 如果蘋果日報有一天不再存在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是心裡很不舒服的 其實建制派心目中也是這樣 沒錯 有一天沒有了泛民 其實議會就真的很大 所以將這個問題走 即是你說反對我 其實老實說, 我作為一個辦中立的人 我都不反對港督 我更加不反對你說 你明白嗎? 即是我的立場表 只不過我沒有選村內表 即是我沒有選村內表 亦都不是立法會員 更加不是什麼 但究竟那個介紹在哪裡 究竟是我們做平民百姓 開不可以這樣說 開不可以這樣的立場 接著是一個村內表 開不可以這樣的立場 一個立法會員開不可以立場 一個政府高官開不可以立場 一個政府高官開不可以立場 或者一個行政長官開不可以立場 我覺得是… 在不同的level之中 是有不同的言論自由的 那Gelph你怎樣看呢? 剛才你一個點是沒有拿出來討論的 就是… 除了是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他講反不反對 另一個就是因為他提出過一個自決的概念 這個自決底下 就說容不容許… 港督成為一個選項 這個是… 我想是他們緊張的 那個問題是這樣 如果是各自決的問題 他應該已經在六個之後 應該一直在DQ 應該已經立入DQ範圍 應該已經立入DQ範圍 就不應該在村代表這個level做 現在立法會的level 而且立法會的level 和村代表的level是不同的 就是… 等於村代表的level 又和我這個level不同 在我心目中 我看到DQ立法會 立法會不能說 我可以說 但當你DQ是村代表的時候 我會倒閉 咦?殺到你我了 對啦 我會覺得是這樣 因為地位太低 這樣說先 首先我又嘗試抽離一點 如果是中產的角度來看 你老闆問你一些 你心裏面不支持的立場 你會怎樣做 我從來都不會同一份量鬥氣 我一定是會… 很簡單 我又不用公開什麼什麼 那就簽個紙 我反對講到 有很多人就把這件事推論 就像剛才周遠大使說 有一天 如果你老闆說 如果你反不支持港獨 就解僱你魷魚 那怎麼辦? 你沒有言論自由 我心想 在香港人的角度 都不用中產的角度 有什麼所謂 即是如果你將來見公 例如公務員 有份工 三皮或四皮一個月 但是大前提就要你 剃隔仔 剃你我反對港獨 喂 十個 有九個半 毫不猶疑 然後剃了這一架 反對就是反對 我沒有理由同一份工 這麼說 不要說 你看現在全香港 坐在那裡的立法院議員 你問他們的心 如果你真的任務 他們說 有誰真的反對港獨 有誰不支持港獨 每一個接受訪問的時候 說第一句我反對港獨 首先我反對港獨 那個全部都支持 都是心裏面覺得 其實我不反對 有很多人支持 為了份量 沒有辦法 一定要剃這架 所以其實也印證了周顯大師說的 就是香港人從來都是什麼 壓迫越大 就反抗越少 其實這件事壓迫越大 但選立法會 作為一份職業 又或者 演藝界作為一份職業 那個難處就是什麼呢 你公開表態的時候 可能會影響到你的支持者 可能有些支持者 我跟老闆說 我當然反對 打投票的時候 我拜託你就是因為你支持 現在其實就是這樣 現在這個問題就是 其實港獨本島派 都還有很多支持者 但是那些支持者發現 沒有人可以投票 因為那個人出來 所以現在覺得 因為每一個人出來都說 首先我反對港獨 因為不說這句就沒有一份工 所以現在就陷入一個矛盾 所以為什麼經常都要叫你含淚 含淚的原因就是 因為有些事情他不說 就沒有一份工 所以他要大家 要是沒有票 要是沒有份工 當然是選擇了補充份工 然後就嘗試用不同的方式 逼你或者哄你 現在就是整個泛民的僵局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 如果一個政治家 這個不行打都行 我以為今天開始講到 每天都講到 每天都講到 即是孫中山當年的時候 有革命家 孫中山當年的時候是不行的 他講革命黨是不行的 但到保安黨關閉的時候 我會變得更好 但問題就是 重點是 我們可以當一份工 我們可以取悅 我們老闆 不惜違背自己的原則 民主就是一樣 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我做不到的事情 第一 我反對 我為了這樣而取代原則 因為原則有高低之分 我原則第一個就是 我原則第一 首要的原則就是保留份工 保留份工 你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 所以 他們的原則就是掌握權 但是我們很矛盾就是 我希望我投票的人 他有原則 我保不到我的原則 每天連你都保不到 但是他抗爭的本錢 他說如果這樣 抗爭的本錢都沒有 我當然知道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朱凱特 這麼難得的地方就是這樣 其實他就是不自在份工 但問題就是不自在份工 那些人通常都會被DQ 如果我是他不自在工 我就是第一句 我就是不反對港澳 反正都是 重點就是 他都沒有 他有很多策略上的考慮 但是總括來說 我自己覺得 在這件事裡面 我得到一個結論 香港不用玩 你還玩什麼選舉 他都毫無疑問 是香港最有種的人 因為如果陳浩天 如果他是什麼 就是所有人 如果像他那樣的位置 我覺得都至少不會 重點是 我之前看劉小黎明 即是說他自決變了什麼 變了自己決定的生活 自決自強 是什麼 自決自強 總之 自我決定 我是要自我強大 所以我心想 你之前說港獨 我都覺得 一般人來說 你國家有一些原則 不能夠觸碰 現在你在搞那些 他根本就不是 在你那個 政權對立面的人 他只是站在中間 我雖然不支持 但你都不要逼我反對 這麼簡單 那你還玩什麼 立法會沒有東西好玩 為什麼還有人覺得 在這件事發生之後 立法會還有可為 我覺得 可以出這些的人 全部都是騙子 其實那是騙子 我覺得他整件事 就是自殺矛盾 即是你說自決 就是自殺矛盾 即是你說自決等於 就是自殺矛盾 我寧願 如果純粹和邏輯來說 我以前是支持港獨 我現在不支持 因為我海變了 那你可以 因為大哥 你沒有改變 其實你個個都掛過港獨 你排出來的 誰沒有掛過香港獨立 誰都掛過 很多人都不支持港獨 不過起碼支持自決 就是自我決定自己的自殺矛盾 我以前支持 我現在改了 我變了可以 你去挑戰他 還有一個很討厭的地方 譬如我現在搭輪子 還看到毛孟靜的宣傳man 因為游了一個輪子 他沒有錢抹走他 還在寫港獨立 為什麼有些人你就不去搞 有些人你就去搞 這個又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不就畫一線 所有人提過自決兩個字 全部都合理 其實我覺得可以 其實我覺得 你現在不做 就更加令到香港人不決 其實你只要純粹來說 你以前說過那些句話 你今天你說你不是 我以前是這樣想 我現在改 不行 現在中共都說不行 其實可以 我不覺得人家不行 他說他信得過你 所信服就可以 他沒有說我錯 沒有一個人說我錯 而是每個人都說 我以前沒有說過 我現在對以前的解釋 是再解釋 所以每個人都自相貌準 重點都是 現在為什麼我覺得沒得玩 不是說那條介越畫越深的問題 是沒有任何準則 他是看你不順眼 或者他想試一些東西 他就DQ你 你說要下棋 你不如說規則給我聽 當你所有棋都可以亂行 我每個都行一格 那都是一條規則 現在不是 現在就是你輸了 那我可不可以走 沒得走 這個就覺得 喂 現在立法會做什麼 我不覺得很規則 我的規則就是 假如你入民建聯 你一定是 但是只不過 他是選擇性執法 即是說選擇性 他其實規則是另一個最嚴的 但是 有些是捉了 會不會捉到 他說姚崇嚴不能入閘的 他輸了 那是否做回姚崇嚴的事情 就可以入閘呢 因為選舉主任決定 所以不是 除非你 你選舉主任決定 應該都好像 通常規則 他可以的 你沒理由下一個 立即很近的 你又說他不可以的 不是的 你只是姚崇嚴和劉小麗都已經不一致 其實很多都要DQ 他說毛孟靜 毛孟靜當然要 但是他那個狀況 但問題大家都 最大的問題是 現在的DQ是有追溯力的 可以追溯之前 結果以前做過什麼 就算之後改回都不行 這樣就真的沒得談 我順便和你講一講 我寫過一篇關於追溯力的學術論文 23條有追溯力 我可以說 根據所有的法例 其實23條立了是有追溯力的 我告訴你恐怖的地方 問題就好像這樣 然後又是選擇性執法 那些 不過應該不夠時間 大家看23條都是在做 你之前說的 追溯力 是有追溯力 因為他現在因為憲法規定了 所以現在只是憲法規定了 而你未立法那段時間 所以這段這樣的時間 這樣的法例是可以有追溯力的 如果他要玩到盡 所以23條是非常恐怖 是可以有追溯力的 因為有幾種情況的法例 可以有追溯力的 那23條這種 即是憲法立了 而你未立法的 我只不過是未立法 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在全世界都有追溯力的 我告訴你 好恐怖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裡